大家好 接下来我会跟大家讲解一下 关于学校的课程 和关于学术的资讯 首先讲一下课程 大家都知道我们一家英文中学 除了中文 普通话 中史 生活与社会 和宗教科之外 所有科目都用英语 作为教学语言 而中文科 我们用广东话教授 初中的课程 除于基本学科之外 我们特别加多一些 和生活相关的元素 例如生活与社会 中三我们有 Personal Finance Education 教同学如何理财 另外无论男女同学 在中一的时候 都会修读家政科 在课堂里面 除了可以学到 基本的烹饪技巧之外 更加可以认识到 健康饮食的知识 也不能忽略 老师和同学一起 煮食的乐趣 我们要着重Steam的发展 初中的电脑科 Computer Literacy 和设计与科技科 Design and Technology 的课程互相配合 近几年 我们加强了 人工智能 立体打印 机械人制作 虚拟实景 和编程的元素 在中一的时候 同学会学会学会 如何用电脑绘图 用雷射切割 用来制造自己心爱的作品 另外同学都可以 亲身制作自己设计的机械臂 我们学校的Steam Room 叫做TSK Inno Hub 饲兼券创意方 我们希望同学可以 发挥创意 学义自用 另外我们学校推行 Brain Your Own Device Program 自攜装置的 已经好几年了 我们鼓励中一的同学 购买自己的iPad 当然学校预备 一定数量的iPad 借给同学用的 目求达到一人一机 课堂里面 老师会运用 不同的应用程式 加强课堂的互动性 iPad已成为 同学的学习工具 他们的好伙伴 我们希望提升同学 资讯科技 去好好学习 至于高中的课程 同学在中四的时候 会选择两个 或者三个的选择科 去影响文贫史 我们不断检视 课程 科目的组合 和大学收生的要求 来定中四选择的政策 我们希望更加同学 可以选择到自己喜欢的科目 在去年 我们大概有三十多个 不同的科目组合 关于班级制度方面 我们中一至中六 每级有四班 在初中阶段 我们将学习能力 教好的同学 归在一班 方便老师 更加可以有效地照顾他们 初中三年 每年会根据上年的成绩 重新分班 高中 因为选择科目的缘故 就不会沿用这个制度了 至于考评制度 在我们学校全年有两次考试 一次中期测验 占全年80% 其余的20% 我们要评估同学的平日表现 平日表现 除了看他们功课 测验 和考试的成绩之外 我们要求同学 做专题研习 有些还是跨学科的 我们希望同学 可以运用到 不同学习领域的知识 融会贯通 在担构过程里面 去学到沟通 协作 和解难的技巧 我们很注重阅读 我们要求同学 教读书报告 完成网上阅读 另外有一个 相当宽敞的图书馆 同学可以静静地 去享受阅读的乐趣 我们还会举办 不同的好书分享会 小型书展 和飘书活动 为了方便 照顾中一的同学 适应学校的学习 我们暑期初的时候 会安排英语函节课程 早点预备同学 怎样用英语 去考不同的科目 辅导组连同社工 也会安排一些适应的课程 帮助他们适应新的学习环境 建立良好的学习习惯 考虑之后 学习会安排不同类型的工作坊 给中一的同学 以今年为例 我们安排了一连串的学习技巧工作坊 教同学怎样做笔记 怎样去温习 鼓励同学学以致用 我们还举行了一些比赛 我们可以奖励和表扬一些 结出表现的同学 更重要是让同学互相学习 另外 E-learning team 又安排了一些资讯素养 和电子学习工作坊 提升同学电子学习的能力 促进电子学习 香港大学 中文大学 和科技大学 除了课堂上的学习 不同的学科都会举办各类型的学术活动 例如英文科 每年都会举办多元化的英语活动 例如English Carnival 高年班的同学负责统筹和策画 低年班的同学 就可以参与各式各样的摊位游戏 除此之外 我有串字比赛 急后令比赛 话剧欣赏 班制校园定向活动 疫情期间 我们英语加年话 转移到线上举行 同学玩得一样开心 我们都安排同学参加 联校英语辩论比赛 培养同学 批判性思考 逻辑思维 和说话的技巧 我们希望营造一个良好的英语学习环境 给同学学好英文 至于中文科 他都会举办不同类型的活动 例如优异生分享会 优秀作品齐共赏 电影欣赏 中文学会也会连同不同的学会 例如普通话学会 历史学会 校园电视台 制造大型的中国文化节 和传统艺术工作坊 我们希望同学可以领略 学习语文的乐趣 增强学习动机 发展潜能 提升听 说 读 写的能力 去年中文学会更加举办了粤剧工作坊 学生可以从音乐 文学 形体舞蹈各方面 认识乐剧 增进他对中华文化的认识的广度和深度 至于数学科 过往都举办了很多不同的活动 例如数学探位游戏 数读比赛 数学科学游中 写制数学 期盘比赛 数学学会 也都连同英文学会 举办了数学英语 网上加年华 透过一连串的活动 我们希望提升同学对数学的兴趣 也都可以帮助他们发展 探究 推理 解难 逻辑 和创意思考 每年数学学会 都会邀请高年班的同学 或低年班的师弟师妹 举办 史前真语班 用小组形式进行 每年的反应都非常之好 除此之外 不同的学科都会举办各类型的活动 我们希望同学可以走出课室 丰富他们的学习经历 我们非常鼓励同学 挑战自己 在不同的范畴 参加不同类型的地区性 甚至国际性赛事 扩阔自己视野 经过老师和同学不断努力 我们看到他们获得理想的成绩 总括来说 我们希望同学可以透过学习 实践 应用 多元化的学习 来建构整个TSK的学习经历 努力追求自己的梦想 发挥自己潜能 创造更有意义 和更丰盛的中学生活 多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